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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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式 圆锥式 上肩下圆 行四圆锥 这三种形式的建都存在过一段时间 然而 后世以三陵式使用的最为广泛 三陵建筑杀伤力最强建筑的材质也已经变化 由于早期社会金属野炼技术不够发达 汉朝之前的建筑多用青铜制成 直到汉朝铁产量提升 铁制建筑逐渐成为了军队的标准配置 建杆分地区而使用的材质有所不同 北方多用青铁制木材 南方则多用竹制的 剑后附着的剑羽也有很多讲究 剑羽能直接影响剑的杀伤力和准确性 剑羽太多 飞行速度慢 射程减小 杀伤力变弱 太少 稳定性差 难以命中目标 因此 必须掌握好其中的比例 另外 剑羽的材质也能影响其性能 清朝的弓箭手发展历史弓箭 在我国战争史上存在两千多年 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起义时 弓箭才完全被火枪所替代 在曾国藩的相军 李鸿章的怀军等新铸剑的团练武装中 已经完全舍弃了弓箭 转 而使用更加先进的武器替代 然而今天的弓箭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 反而焕发了第二春 使用合金材料和滑轮的复合弓 使得现代弓箭的射程更远 杀伤力更强 在某些特殊战场中 依然还存在弓箭的身影 射箭线为一种竞技体域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